记者持续在花莲为您掌握0403地震后的状况 那么距离这一期大地震后已经来到第八天了 位在花莲市区的北平街六号 后方这栋房屋据说是在地震当下 是有发生大概30公分左右的倾斜 因此被贴上了红单被判定是围老屋 所以要立刻来拆除 那么今天拆除的作业预计将会持续的进行 不过反观呢 在这栋房屋旁边的民宿呢 它是有三栋楼连在一起的 但不过这个结构完全都是很完好的 即便在地震过后呢 依旧是毅力不遥 不过呢在现场呢 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是没有什么样的游客 而在民宿的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民宿的房子是它盖的 但到底为何在地震后会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呢 我们这个性盖的是华氏基础啦 材料比较久二亿以后就用的材料比较好 就是这样啦 那我们的墙啦 我们的结构都比较厚 我们墙壁是四十五公分 那其他斯拉布都是打二十公分的粉粒图 那当初有做防震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吗 当初没有啦 因为我们不是高楼五六楼是照那个结构来做啦 是做有比较好 因为我们自己内行的嘛 我们有在检查啦 这做得比较好而已啦 墙有的我们是自己盖的 有的那盖麦 它打四十五公分的粉粒图成本很高啦 那我们这个是自己要用的 所以我们都打四十五公分 还有斯拉布都打二十公分 所以这样就不会累啦 这个人当时地震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那个晃度 我在一楼啊 我在一楼我没有跑啊 很明显吗 摇摇 我很大哩 这一次是比较长啦 上一次那一个是比较短 比较大啦 这一次它拖的比较长 那之后会想问说 现在是不是生意可能会受到 现在都没有生意 自从那一天以后都退掉了 到目前都没有轮啦 一有益之可能会死掉看看会不会好了 还要到这么久 因为风景器都不行啊 人家总来就白白跑了 现在就只能自己吸收成本 对啊 对啊 哪有办法天灾嘛 好 谢谢负责人 谢谢 可以听到呢 虽然这栋民宿呢 它的这个结构是完好的 不过呢 就怕可能有游客会受到影响 所以民宿现在是暂停营业的 而且再加上有一些风景趋势 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成 预估这个修复的时间 可能要达到半年以上 因此呢 这个民宿的负责人 也是忧心的表示 可能只能看看暑假的时候 生意会不会好一些 而今天的现场 这一栋北冰街的六号的 这一栋建筑物呢 这个拆除作业 还在安排这个进度当中 据传呢 在今天就会增设了一些结构性的支撑 来让这栋楼呢 不要再受到接下来的余震 会有倾倒的可能性 但是呢 在他的隔壁呢 是有一间日式料理店的 同样被贴上了黄单 因此周边的店家生意 也连带都遭受影响